如何做一個手機的畫面 那也許我們從下禮拜開始吧 反正這個資料庫大概講的差不多了 我們就要延伸到手機部分 那那個手機的畫面建置 它是用網頁模擬出來的 跟用那個Android 像之前開發那個是不太一樣的 之前那種叫Negative 延伸性的開發方式 這種方式比較像是用什麼 用網頁式的開發方式 那你說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呢 其實可以讓做得出來 順就是最好 那如果你是動態網頁 下載資料 坦白講兩個都做得出來 只是說 如果你強調的是 有點像網頁的這種需求的話 用那個JQ Mobile會比較 會比較 也不能說簡單 因為兩者好像都不算太簡單 那哪一個比較合理 我覺得慢慢的 也許利用那個JQ Mobile 連結像那個PHP加MySeqo 這種方式我覺得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而且秀資料的方法也會簡單 另外配合工具用Dreamweaver來做 也會當然方便許多 不過這個東西的門檻 一聽就知道 真的就難很多 所以早上我講VBA說 如果跟這個比 其實我發現 這個難度 大概至少難十倍有 為什麼 因為像你跟VBA 一打開就有了 什麼東西都幫你準備好了 你也不用 來裝Server 你也不用再去 裝個Dreamweaver 然後也不用架一個Server 然後不用再掛什麼 買Seqo 然後買Seqo 之後要把它建資料庫 建完資料庫 還有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還有欄位 還要再把資料放上去 然後才是PHP 哇 這一套如果全部都要亂玩 當然 對一般 對一般來說 當然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過 我覺得 不算不容易啦 不過價值就在這裡 因為不容易嘛 所以才有價值 當然是這樣想 不過 其實 慢慢的啦 我們按部就班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 稍微把這個先了解一下 然後呢 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就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就是 它可以做一個查詢 那 當然同樣的方式 如果我今天 要換一個什麼 換一個 換一個 比如說要查 其他的東西 查什麼 查成語好了 也這樣可以做修改 我們把上個禮拜的重點在 就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要針對說明 關鍵字裡面有PHP的 幫我按查詢 它幫我查出來了 OK 那上面這邊 我是用Echo 把Seqo語法 Echo出來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 在PHP除錯的時候 我的習慣 會把Seqo語法 秀出來 等到最後要上線的時候 再把它關掉 那它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看到語法 比如說它這個地方 底下的東西 怎麼秀出來的 它實際上 這個東西 之所以能夠秀出來 就是PHP怎麼樣 傳遞一個Seqo語法 傳遞一個Seqo語法給誰呢 給那個MySeqo 那MySeqo 它看得懂 這個叫Seqo語法 溝通了 你幫我 查什麼 查所有欄位的資料 在Book裡面 會有它的什麼 BookName 那因為我們是查書名 Like 如果是文字的話 一定用Like Like什麼 單引號 前字 就是萬用字元 中間只要PHP 幫我叫出來 Order By Order By指的是什麼 就是排序嘛 Publish 就是按照什麼 出版 出版者 去排序 那Limit 這個地方的話 是從D0筆 它的第一筆就是D0筆 幫我抓幾筆 抓5筆 為什麼要抓5筆 因為 我要分頁 所以我只要抓5筆就好了 那如果換下一筆的話 那就在這個Limit有沒有 再把它往下 0到4 這邊的話5 然後D0.5 它就會抓下一頁的資料 比如說我這邊點下去 你會發現有沒有 如果我點第二頁 它會怎麼樣 它會在語法上面 重新再丟給什麼呢 Micycle 另外一個語法 Limit 第5 有沒有 也就第5筆以後 不管有幾筆 然後呢 幫我抓5筆 不過因為它 它只有一筆 所以秀出來的話 就只有一筆 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上個禮拜 最後是把這個做完 裡面當然呢 程式嘛 其實 當然會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當然你們等一下可以 把這個程式 改成 換一個資料 當然我們 我放在雲端上面 這邊有一個 有個成語 那你不見得 你一定用成語 你可以用別的 那這個成語 可以假設我今天 一般是這樣 假設我今天會有資料 那一般User端給你的資料 通常都不一定是 已經是資料庫的資料 第一個你要怎樣 如何把 補充